世界在变 时间在变 唯有我们的初心 永恒不变 中国期货市场历经了二十多年的跌宕发展 从无到有逐步走向成熟 我们审时度势顺势而为 有幸成为了中国期货市场创新发展的见证者 参与者和引领者 大开时间的行囊 2006年我们应运而生 刚到期货公司时 公司的客户权益只有八千万 净利润只有一百万 期货的品种比较少 整个期货行业的客户规模也比较小 很多流程操作都是通过人工来完成的 但是大家对未来期货行业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 都抱有很大的期望 从最早的黄金期货上市 然后再到罗文刚上市 我们两次都在市场中表现的比较优异 抓住了新品种上市的机遇 从而也逐步奠定了公司在行业的地位 2010年4月16日 国务职期货推出后 我们装注了历史性机遇 一马当鲜 客户权益快速增长至66亿元 进入行业最前列 历史的传承给了我们厚重的产典 也给了我们前行的力量 12年来 我们稳健发展 资本规模不断夯实 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部门架构不断完善 分支机构不断拓展 截至2020年 金利润已连续7年名列行业前三 各项指标持续稳定增长 2013年以来 8次获得中国证监会授予的 A类2A级分类评级 目前客户权益 稳居行业前三 一路走来 引领金融服务 更跃财富人生 始终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我们坚持以专业诚信的金融服务 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为客户创造价值 为社会增添福祉 原油期货2018年3月份正式上市交易 作为首个国际化品种 原油期货的上市 得到了产业链上下游 和各类机构的高度重视 因此去年我的出差机会也比较多 去年我一共出差飞行了80次 平均一天半就要坐一次飞机 最多的时候五天飞了八座城市 虹桥和浦东可能才是我们在这个城市里最熟悉的两个地方 但是能够得到市场和客户的肯定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今年是我进入国台军安期货的第13个年头 我认为服务产业客户的核心在三个方面 一是专业的研究 二是现货交割 三是风险管理业务能力 期货公司及其风险管理子公司 作为集团打通金融市场 以及商品市场的最重要的一个渠道 我认为我们在产业客户服务方面是有优势的 去年在宝钢的竞标过程当中 通过城城考验 从13家期货公司当中脱颖而出 以第一的成绩成功胜出 我们用实际行动满载责任 在持续提升客户满意度 不断创造优良业绩的同时 更致力于成为受社会尊重的企业 我们深耕实体竞技 努力践行产业扶贫 金融扶贫 我们通过期货加保险这个项目呢 我们先后了覆盖了这个农民户呢 3.5万余户 粮田呢 20万余亩 这些项目包括了 海南群农县的天然橡胶 还有黑龙江加木丝的玉米 以及云南林仓的这些白糖 这些呢 几乎都是国家级贫困县 以及国家边陲的一些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 我们想要利用这个金融衍生品呢 响应国家精准负贫的号召 利用我们的优势 集中脱贫 助力脱贫国家战 伴随着期货及衍生品市场战略地位的提升 行业将会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作为集团综合金融服务平台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 我们前进的脚步从未停歇 客户满意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我们将全力打造成为客户高度信赖的衍生品服务商和风险管理伙伴 手出心 我们再出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